公文是6月2號的協調會 但是我跟你講如果沒有裂縫 就沒有人想開協調會 所以在6月2號之前 早就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對 所以他說沒有動工 我也很懷疑 那沒有動工回來的裂縫 我們要追究 台北市政府的公文究竟有沒有說謊 你來這邊來這個判定這個損零 跟住戶提出來的資料 我想這個時間都可以做對比 這個住戶告訴我說 他們這個打針抓肉 因為這個裂縫很大 而導致他們漏水滲水的情形 那確實是長達將近快半年 所以剛剛怎麼會說 因為沒有開蛙 所以沒有損零 這個我實在是覺得說 有點聽不下去 就是因為繼續漏才會找上我 對 因為他告訴我說 他們已經抓肉抓了好幾個月了 但是找不出原因 但是居民眼前就是看著 他們家裡的裂縫越來越大 到最後沒有辦法開關門啊 因為那個那個這個高低差已經落差太大了 公文是6月2號的協調會 但是我跟你講如果沒有裂縫 就沒有人想開協調會 所以在6月2號之前 早就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對 所以他說沒有動工我也很懷疑 那沒有動工何來的裂縫 我們要追究 台北市政府的公文究竟有沒有說謊 你來這邊來這個判定這個損零 跟住戶提出來的資料 我想這個時間都可以做對比 到目前為止 這個工地我們有正式收到兩次的書面 陳情損零 損零記錄 一個是在4月份一個是在5月份 我們收到這個損零陳情以後 那就要求這個建造工程的建造建築師 跟營造廠的專任工程人員 配合損零住戶的時間去做現場勘查 那就我們了解的狀況 是說當時 當時 開關面其實是在受損房子的後側 那當時陳情損零的發現說啊 是那個牆面跟那個地面 新舊材質交界的部分有裂縫 就我們現在的了解是這樣 所以當時 尖道建築師 跟陳道仁的專任技師 當時就勘檢 簽證認為說 看起來這樣的裂縫 因為可能有新舊問題 看起來 因為當時判斷是也不大 第二個就是工地沒有開挖 第三個就是說 其實也有距離工地比較遠 是 並不是在工地側 而是在工地的另外一側 所以當時那個 那個 就 簽證判斷說 這個不是施工造成的損害 那 在這個六四五月份成行之後 其實 實際在開挖過程 就沒有再收到正式的 損零成行的紀錄 市長 可是當時說安全無余 現在卻發生這樣 會不會當時的判斷就有錯誤了 當時我們了解的確是有邀請 結構 相關的專業人員到現場來看 那當時 當判斷 因為還沒有正式的往下開挖 所以 一定沒有之間相關 但是我想這一切我們先把整個狀況穩定 民眾的情緒先穩定 這一次發生 傾斜下線的原因 我們都會全面的了解 我們一定會 相關 釐清相關的責任 也一定會全面深入地調查 這整起事件發生的原因 該負起的責任 就必須要負起 我們也一定會協助住戶 不只是相關的安置 後續的求償 以及拆除重建 我們一定全力來協助 對